喜欢吃黑米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做法 准备一碗的黑米,加入一碗的糯米 黑米和糯米的量是1比1 加入清水,抓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加水浸泡 水量的话和平时煮饭差不多 浸泡最少4个小时,也可以隔夜浸泡 泡好之后,糯米和黑米都能够轻松的碾碎 然后将米和水全部倒进电饭宝里面 盖上盖子,用煮饭键 煮好之后焖几分钟 你看,这样煮出来的黑米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黄瓜,修掉外皮 切成段,然后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准备一根胡萝卜,修掉外皮也切成细丝 准备一根火腿肠也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来准备两个煮好的鸡蛋 去皮之后,将它切成小块 准备一个盘子,上面铺上保鲜膜或者是保鲜袋 用勺子将米饭碳平 弹平之后,上面撒一点肉松 然后铺上刚才切好的蔬菜 最后把鸡蛋给加上来 挤上一点沙拉酱 用袋子将它包裹起来 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黑米饭团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就像这样密封保存起来 放一天也不会硬 相信我,冷的比热的还要好吃 这样做好的黑米饭团也可以当做早餐 戴在袋子里面 上班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你看,打开里面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为我点个赞 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